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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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投稿出去以後回來了 我們在投稿的時候要有一個 至少要有一個目標方法 通常一投稿他就接受這種可能性很低很低很低 不是不可能 但是我覺得蠻低的 所以我們就先不要做那樣的打算 但是我們至少要有一個目的 我們的目標是 至少你要給我改的機會 就是不要退稿 你給我改的機會 我們希望這樣 雖然我們有時候打不到 我上個禮拜就沒有打到 所以我們就會說RMR 就是Revise and Resummit 我們就講RMR 在習慣上我們會用一個小寫的 就是一個R一個R and RMR 通常我們在我們的領域都會知道 這是Good News and Bad News 為什麼是Good News 沒退稿 你看那個意見頭都痛了 好像重選一篇論文 可是你要還是不要 當然要 真的有人這樣問我 你看他叫我 他給我寫了這麼多 很難改 我到底要不要放棄 改頭背地方 我說當然要 他給你機會了 他給你機會 你一定要去把握這個機會去改 我們還真的有這個我們的研究生 他對我講 他還給我罵一下 那個期刊他這個意見 雖然是很麻煩 真的是蠻麻煩 蠻好工的去改 但是這是一個好期刊 他叫你去改 他給你機會啦 拜託好不好 那你要拖到另外一個期刊 你知道你要拖到另外一個期刊 可能沒他好 其實沒有他好 他體力已經很可能一樣 那你已經回不去了 已經回不去那個期刊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這是一個 Scholarship 就是我們的學者的一個精神 就衝來要拚啊 然後有時候 哇 這好難搞 我就不玩了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 好 等一下 好 我們現在 他叫我們修改 他叫我們修改 那這個時候 確實把握對話的機會 這是對話 寫Paper本身就是對話 那可是Paper本身 剛開始投稿的時候 只有那一封信而已 那封信也是只是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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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都是這樣寫的 好 現在退了 我們要修了 然後開始 修通常要把論文改好 然後另外一個Document 兩份東西 另外一個Document叫做 Point by Point 就是逐項 逐項的回答 逐項的回答 那這個就是對話 這就是專業對話 這是我們覺得是很重要 所以有時候這個Point by Point 花的工 可能比改Paper的工 還費神 所以這裡面 我在這邊就講了這個東西 有時候寫的比 還能Paper那個25頁 那個Point by Point搞不好 30頁都有可能 我們有時候看到的意見 這好去看給我們的意見 真的是很高明 而且會很差 我真的很佩服 他可以寫很多意見 要花時間寫的 即使是美國人寫 美國英文寫 也要花很多時間寫那個東西 他就寫好幾頁 幾十點 三個人加起來都120點 對不對 好吧 我這個 偶爾會這樣 但通常沒有那麼多 好 我們這個時候就是要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 那 如果 我們會有時候看到他們的意見 他們的意見 我們會覺得你根本沒搞懂 我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是這樣是我們的錯 我們沒有當他 我們沒有講清楚當他 因為他 讀者永遠是對的 如果這個偶爾看不懂 如果真刊登出來 一般讀者也很可能看不懂 連他都看不懂 連那個專家看不懂 一般讀者也更看不懂 所以我們要去改 這是我們的錯 那Point by Point 你還沒有 Point by Point the number responses 按照我審稿的經驗 我發現是這個樣子 如果是國外的稿子 國外的作者 通常他一定有個樣子 可是我看國內的期刊 我審國內的期刊 我看到了不在少數 我覺得那個是蠻不好 我在這邊跟各位報告 蠻不好的 尤其可能是沒有經驗的研究者 例如說問題是這樣 例如我們提的一個問題 你這個理論的觀點 是這樣 可是我們覺得這裡面 有一個漏洞 因為它是怎麼樣 所以你可能要再重新考量一下 他這個觀點是不是有點問題 應該是採另外一個觀點 可能會比較合理 我們最討厭看到的回答是 謝謝神偉的意見 已經修改在第25頁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是 已經修改在第25頁 內容如下 哇 天風 一段或兩段在那邊 這是我們最不喜歡看的 最不專業 最不專業 其實這是對話 我們通常會 什麼叫做對話 我們通常是這樣寫 謝謝神偉給我的意見 我們當時提出A觀點 是因為這樣這樣這樣 那B觀點是 你提出來的 您提出來的 中文比較麻煩 還有一個您 英文就是 you 那你的觀點是B觀點 也有道理 你是這樣這樣這樣 我們考量這裡面的AB和B 我們覺得如果你是接受它 接受它 你就說我們覺得 書B觀點是比較合理的 所以我們現在採用的B觀點 改在25頁 那就是麻煩你看25頁的第二段 這就是對話 那也不要說你講得很好 我們覺得很有道理 所以我們改成這樣 那你好像人家說什麼 我們都完全沒有Defense 沒有專業不夠 所以我們還是要講 當時我們採A是什麼理由 我們理由是這樣子 可是今天被你一提醒B 發現B好像更好 所以我們就採B 可是如果你覺得A其實 你覺得很可惜 你說我會在討論的地方 最後的discussion的地方 我們會把B觀點 再拿來討論一下 這樣也是蠻好的 這樣子 好 是否要寫得比reviewer或的editor多 這我們常常會碰到問題 因為他們有時候寫得很長 尤其是國內寫得有人也寫得蠻長 就一點也寫得很長 寫得半夜 那你的回答其實也沒那麼複雜 我們要不要寫得比他更長 以讓他感動 這是一個心理戰 我沒有標準答 我真的沒有標準答 但是如果你整篇 如果我們整篇那個point by point responses 如果都很簡短 就像我剛剛講的很簡短 是絕對的不好 絕對讓對方蠻不開心的 所以盡量的回答跟他 好像在跟他談問題 專業的對話 盡量不要說謝謝你的 我已經修改在比企業 所以要不要給他長 不是一定 但是你不能一直都很短 我同意他們意見怎麼辦 會有啊 會有啊 或者他們那個三個省委 兩個省委 他們意見之後之間就不一樣 又有人說我的方法 研究設計很好 另外有人說研究設計有漏洞 或者觀點的東西怎麼辦 我們自己碰到這個狀況 我們要跟Editor聯絡寫信 不是在這封信寫 而是在修改的時候就寫Editor 你說Editor謝謝你的意見 現在我正在修改 我們正在修改 剛剛說我們正在積極的修改 我們覺得修改的 一定會把PayPal的品質改得很好 可是有個地方我們很convucing 我們覺得是很convucing的 因為那個Revel A說這個這個 B說這個這個 那我們覺得是B 如果你不想改那麼多 A叫你改很多 B叫你改比較少 而且你覺得有道 我們覺得B比較有道 因為怎樣怎樣怎樣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我們希望 Look forward to your advice 你的Advice 我們會follow你的Advice 如果這樣就很好 至少他講話了 他講話了 他會說A比較有道 B比較有道 我們就follow他 就是說我們在送回去以前 有很多機會跟Editor聯絡 很多機會 不要緊張 不要害怕 不要什麼 你要知道 他不當Editor的時候 他也是一個投稿者 大家都一樣 不要欺負任何一點的意見 不要小看 真的不要小看 因為這個時候是心理戰 任何意見 我們都要很慎重的回答 即使同意 也不要說謝謝 我同意 我已經改在第五月 不是 你要講話 那更不好的是 你覺得那是小問題 也不太理他 不回應他 他叫你改的東西 你根本沒去改 這是犯的大忌 不能 一定要有回應 Be responsible 不能不改 如果你不改 你有很強烈的理論 而且你的意見跟他不一樣的時候 你最後要說 We hope you agree with our point 後面要寫一句 我們希望你同意 如果你還有其他意見 我們會很樂意去聽取你的意見 最後要講這些一句 如果你的意見跟他的不一樣 不太想接受他的意見的話 就是說 不要令你議題笑笑扯 不要扯到別的地方 我們要大事化小事化 一定是這樣 一定是這樣 有時候會有人問我說 我現在因為隔了幾個月 我又想把這個配本改一改 跟原來不一樣 要再多多時間 我的建議是不要 你不要再增加 就是不要再令其議題 除非你發現現在是有錯 以前原來搞他沒看到 可是我現在看到有錯 除非你是這樣子 那你就跟Editor講一下 不要這樣改 否則通常我們是不要令其議題 你不要再增加什麼東西 好 就說不要讓他們開心 好 那我們改一個稿子要多久時間 通常 期刊會告訴我們 希望你三個月多久 就寄訪給你 通常 有的期刊他不講 那我的建議是不要多太久 最好三四個月之內 我們真的要寄回去 如果我們八個月 九個月 隔一年寄回去 不好 因為所有的 reviewer 都老早忘記你的 paper 他要重新看 很多毛病 他就重看一遍 以前沒有提過 他又提一遍 會 真的是會這樣子 不要太久 可是如果他說三個月寄回來 可是我們覺得三個月正好 我要期末考 還要考證照 還要去實習 還有時間大概是趕不來 你可以跟他講說 先努力看看 還差一個月的時候 一個多月的時候 就寫封信給他 跟他講說 我的 due date 是九月十五號 可是看起來 因為我最近因為怎樣怎樣 可以延到十月十五號 十月十五號 你要算清楚 你不要再第二次再跟他延就不好意思 就真的要算好 十月十五號真的可以交出去 在 resummit cover letter 還是要理工 letter 出去 要提醒他 要提醒他 這件事是幹什麼的 因為 editor 真的通常是很忙的